好 接著下來 我們來看看這個吳亦玲老師 你對這個佑南的髮型 你的什麼想法 好 現在我已經先幫她把 後半部先收一個比較低的麻尾 然後上一點點弧度 然後其實佑南姐我 她一般來講都比較偏中分 中旁一點 可是因為那個淑琳老師 幫她化完這個妝 我覺得她很適合大旁分 妳好像有帶一張海報來是不是 對 這個 這是一個韓國非常有名的女星 韓星 對 然後因為她好像快50歲了 真的嗎 對 她好像已經50歲了 好美喔 所以我 因為水準老師化完這個妝改 我原本不是要幫她 旁分做這個頭髮 但我看完我覺得 不如來個大旁分 然後給她一個比較隨性 但是自然 可是她們也可以變韓系 然後年輕這樣 然後所以我現在就先把她的分線 整個大旁分 其實如果比較熟女的女生 你們要綁麻尾的話 都還是可以先上一點點 電棒弧度 再綁 她會比較自然 也是往後捲對不對 對 比較不會那麼硬 因為如果你直直綁的話 就會比較硬 可是你看我現在像這一邊 我有先上一點點了 然後再綁 她頭髮的弧度就會比較有 線條一點 所以妳才不會是好像 作家式的頭髮一樣 我還想說 笑盔 為什麼捲一捲 然後把它綁起來 不是 韓系的 韓系的馬尾都會比較隨性一點 可是其實她們都做了很多功夫 真的 然後這一邊的虛虛 我們就不要留太多 那宥然姐 她還染這個顏色對嗎 老師 對 我覺得她染這個還不錯 其實我在這裡可以跟大家講 就是說如果妳是白頭髮的話 然後你們想染 千萬不要染深 一定要染淺 長出來白髮才不會那麼明顯 然後這一邊我把它留一點點 因為可能有時候放都可以很自然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因為媽媽們她們其實或姐姐們 比較喜歡光 可是我反而會建議就是說 有時候如果比如說 妳們肩比較短要塞一邊 都可以留一點點鬚鬚的頭髮 會還不錯 浪漫 對